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9月1日星期五 川普取得了一個重大勝利 左翼人士在佛羅里達州發起訴訟 要求取消川普競選2024的資格 但是被奧巴馬任命的一名法官迅速駁回 意義深遠 與此同時 川普的盟友馬喬利·泰勒·格林向白宮開戰 如果他提出的四個要求無法做到 將不會投票再給政府資金 讓官員們回家 而其中的一項要求 呼應了川普的要求 川普說 拜登正試圖以新疫情為由 重複2020年的封鎖政策 竊取2024年的大選 據佛羅里達州的《棕櫚攤郵報》報道 8月25日 也就是川普去喬治亞州富爾頓縣投案 並被拍了大頭照的第二天 佛羅里達州的稅務律師勞倫斯·卡普蘭和另外兩人 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以16事件為由 要求取消川普參選人的資格 卡普蘭說 憲法第14修正案中有一項條款規定 那些參與叛亂或反對政府的人不能擔任公職 第14修正案第三條規定 如果有人通過叛亂、反抗政府或幫助政府的敵人 那麼 此人就不能競選美國政府中的高級職位 如總統、副總統、聯邦或州議員等 這一條款是在南北戰爭的背景下寫的 旨在禁止那些加入聯邦的人在州或聯邦辦公室任職 卡普蘭在訴訟書中寫道 這裡的底線是 川普總統既參與了一場叛亂 也在第14修正案第三節所定義的明確含義範圍內 為參與此類行動的其他個人提供了幫助和安慰 假設迄今為止的公開記錄是準確的 而我們沒有相反的證據 那麼 川普就不再有資格競選美國總統 在任何其他州也沒有資格競選總統 儘管川普因2020年選舉而面臨多個州和聯邦的刑事指控 檢察官試圖通過這些案子將川普關進監獄 或者迫使川普退出競選 但是 卡普蘭是第一批質疑川普2024年競選合法性的人之一 他在接受《國會山報》採訪時說 必須有人帶頭挑戰川普的候選資格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傢伙 如果他當上總統 我認為我們都在走向法西斯主義》 當時 川普競選團隊反駁說 這起訴訟沒有事實或法律依據 並表示 我們期待著迅速撤銷訴訟 對原告進行法律制裁 並從原告那裡獲得我們對這起毫無根據 惡意案件的全部法律費用 僅僅一個星期後 9月1日 奧巴馬任命的聯邦法官羅賓·羅森伯格 就駁回了卡普蘭的指控 法官表示 該訴訟沒有特定的法律傷害 無法提起有關第14修正案禁止領導叛亂的 個人擔任公職的索賠的聯邦訴訟 法官在判決書中說 原告沒有資格挑戰被告競選總統的資格 2021年1月6日事件中 所謂的傷害是不可認知的 也不是他們所特有的 一個公民個人沒有資格質疑 另一個人是否有資格擔任公職 在裁決中 法官還引用了先前的先例 在這些先例中 原告無法因候選人與1月6日的關聯 而將他們排除在選票之外 然而 喜歡把1月6日的事件 稱為暴亂的左翼人士 試圖利用憲法中的條款 取消共和黨人的參選資格 不過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成功的 一個案例是 針對北卡羅來納州的前共和黨眾議員 麥迪遜·考索恩 他在國會大廈事件之前 在川普的《停止偷竊》集會上發表了演講 支持民眾的抗議活動 有人就此提出訴訟 要求法院取消考索恩2022年的競選連任資格 不過 一名法官裁定 候選人挑戰程序不適用於修正案的相關部分 州選舉委員對考索恩資格的審查 也不會繼續進行 不過 考索恩因其他原因 在2022年輸掉了中期選舉 另一個例子是 喬治亞州共和黨議員川普的盟友 馬喬利·泰洛·格林 也受到國內四的第十四修正案 取消資格的法律訴訟 但當地法官也駁回了對格林的指控 2022年中期選舉中 格林在黨內初選和大選中 都以巨大的優勢獲勝 當然 左翼人士針對川普的法律行動 具有不同的性質 最明顯的差別是行動範圍和級別 他們在多個州提起了訴訟 包括佛羅里達州、新罕布什爾州、 加州、克羅拉多州、佐治亞州、 俄勒岡州和內華達州 而且 有些是聯邦層面的訴訟 不過 保守派網絡人類事件的編輯 政治活動家和主持人傑克·波索比克 認為 這些訴訟並不會起作用 他說 它會起作用嗎? 如果這是某種暗示的話 那就是否定的 這起在佛羅里達州提起的訴訟 僅僅一週後就因缺乏法律依據 而被駁回 儘管潛在的訴訟當事人 可以隨心所欲的進行審判 但事實是 如果奧巴馬任命的法官 在不到一週的時間內 就把原告趕出了法庭 那麼激進組織聲稱自己的地位 並堅持下去的機會 就很渺茫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拜登司法部之所以不惜一切的起訴川普 是因為他們知道 即使川普被定罪 可能無法通過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來取消川普的競選資格 所以他們的策略是 通過一個接一個的法律訴訟 讓川普無暇顧及選舉 同時污名化川普 迫使川普退出競選 8月31日 喬治亞州富爾頓縣法官 斯科特·麥克菲表示 所有對川普和其他18名被告的聽證會 都將在電視和YouTube上進行直播 在當天的法庭聽證會上 麥克菲說 他將把所有總統候選人的聽證會和可能的審判 都在法院的YouTube和幾個新聞網路上播出 在這之前 川普在紐約、佛羅里達 和華盛頓特區的案件中沒有直播 川普放棄了出庭的機會 改由律師替代 而富爾頓縣的做法 可能將再次中計 成為川普反迫害 宣傳自己競選的新窗口 上週四 富爾頓縣檢察官中計 執意要給川普拍大頭照 試圖羞辱川普 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 這張照片成為了全球媒體關注的焦點 而川普隨即打出一套組合拳 藉機揭露真相 不僅民調再次提升 同時還收穫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籌款 作為裁決的一部分 法官麥克菲說 他將允許廣播新聞機構在法庭上設置聯合攝像頭 這樣 各電視台就可以整合資源並共享攝像頭 星期四 麥克菲援引富爾頓縣高等法院法官 羅伯特·麥克伯尼的做法 他在2020年直播了喬治亞州 針對川普調查的關鍵部分 他說 新案件將沒有什麼不同 麥克菲說 這符合喬治亞州的透明精神 我們遵循了麥克伯尼法官的模式 我們一直在富爾頓縣提供的YouTube頻道上 直播我們所有的重大訴訟 他接著說 我們的計劃就是在這個案子上 也這麼做 所以整個過程中都會有YouTube視頻 麥克菲還進一步裁定 允許媒體人 在法庭上使用手機和電子設備 進行非錄音目的 如記筆記 但表示所有設備必須靜音 不得用於打電話 我們曾經在以前的節目中說過 川普的法律團隊已經調整策略 將每一次起訴和出庭都變成一次次的競選活動 可以想像 川普無法在社交媒體上說的 或者在新聞發布會上講的話 特別是有關2020年的大選真相 將會通過富爾頓縣法庭的攝像頭 傳播給美國選民 在川普與左翼檢察官和法官鬥知鬥勇的同時 川普的鐵桿盟友馬喬利·泰勒·格林 也向拜登的白宮旋戰 8月31日晚上 格林警告說 除非拜登被彈劾調查 否則他不會投票給聯邦政府撥款 而不在乎政府是否被關閉 根據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的說法 如果沒有新的支出協議 聯邦政府資金將於9月30日用完 聯邦工作人員將被迫回家 政府機構也將關閉 預算辦公室的一名發言人此前說 很明顯下個月 也就是9月 將需要一項短期的持續性決議 格林在X上發帖提出的四個要求 否則將阻止給聯邦政府撥款 他說 今晚我在弗洛伊德縣市政廳 直接向我的選民宣布了一項消息 如果國會做不到以下幾點 我將不會投票給政府資金 1. 對喬·拜登的彈劾調查進行投票 2. 解除拜登的政府武器化 3. 取消所有新冠疫苗和強制令 4. 停止為烏克蘭戰爭提供資金 當然 格林並不是唯一一位 威脅要阻止撥款的共和黨人 在本週早些時候 負責對拜登家族財務狀況調查的 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 詹姆斯·科默也說 彈劾調查迫在眉睫 並希望議長麥卡錫作出決定 星期三 科默對福克斯新聞說 他正在追查有關拜登和他的外國聯繫 對他兒子的賺錢活動至關重要的指控 而最近有爆料稱 拜登在擔任副總統期間 在近5400封電子郵件、電子記錄和文件中 使用了假名參與兒子的商業交易 同時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也在調查 拜登在阿富汗撤軍中的責任 眾議院所做的都在向彈劾拜登的方向推進 到目前為止 掌握聯邦撥款的眾議院 通過調查和阻止撥款 可能是敦促彈劾拜登 終止司法部對川普的政治迫害最有利的回擊 而格林提出的第三個要求 即取消所有新冠疫苗和強制令 可能也讓拜登政府重演2020年的企圖受到遏制 最近以來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的高傳染性變種 BA.2.86 正在全球擴散 截止到目前 在美國已經有五個州發現了這種病毒 拜登表示 可能將再次實行封鎖令 強制人們接種疫苗 星期四 川普批評了左翼政府就新冠病毒製造恐慌 以竊取2024年的大選 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說 左翼瘋子正在非常努力地恢復新冠封鎖和命令 他們突然對即將到來的新變種感到恐懼 哎呀 你知道還有什麼要來嗎? 川普承思了一下說 大選 他們想重新開始對新冠病毒的歇斯底里 這樣他們就可以為更多的封鎖 更多的審查 更多的非法投票箱 更多的郵寄選票 以及向他們的政治盟友提供數萬億美元的賄賂 提供理由 以迎接2024年的大選 聽起來耳熟嗎? 川普接著說 他們操縱了2020年的大選 現在他們又想顧忌重施 試圖通過操縱我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選舉 即2024年的大選 甚至不惜試圖恢復新冠病毒 川普隨後表示 但是他們會失敗 因為我們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 而格林提出的廢除所有新冠疫苗和強制令 則呼應了川普發出的警示 面對即將到來的彈劾調查 拜登僱傭了數十名律師和通訊專家 來對抗共和黨人的調查 9月1日星期五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NBC報導 拜登在白宮設立了一個彈劾作戰室 裡面有數十名律師、立法專家和通訊人員 協助拜登與眾議院共和黨人對抗 他們的戰鬥計劃包括 與深入調查亨特商業交易的共和黨議員進行較量 以及那些威脅要彈劾拜登的人 與此同時 拜登還加大了競選連任的力度 試圖扭轉目前的腿勢 因為許多民意調查顯示 選民希望有另一位候選人入住白宮 這兩天 白宮還採取了更為激進的行動 包括抗擊共和黨眾議員馬喬莉·泰勒格林 因為格林威脅要阻止對政府撥款 這一提議擊中了白宮的要害 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已經暗示 針對拜登的彈劾調查程序可能在9月啟動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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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